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墨语金金 1563集 其实 小朵朵有关于她来这里吃饭的次数 账饭并不意外 这里东西虽然好吃 但是菜价很高 相当于内陆高档餐厅里面的消费水平 小朵朵财播宫位置光芒暗淡 她把钱都给了住院的父亲花了 虽然她没有负债 但几乎也是相当于持贫的 她也不可能经常来这烤肉店里面消费的 因为她并没有这样的消费能力 张凡刚才问那个问题 主要是想找一个从小朵朵口里 打探达瓦情况的切入点 哦 你吃饭的资助不多 怎么和老板这么说 一个月前我去大风庙求平安 那天风很大 到了大风庙之后 我的遮阳帽被风给刮跑了 我追出了一百米 结果被打瓦一把抓住了 我们闲聊了几句就算是认识了 准确来说 我们两个是在大风庙里认识的 我们两个认识那天 我便来这家店吃饭了 不过来之前 我并不知道他就是这个店的老板 到这之后 一眼就被他给认了出来 我们两个都认为是缘分 缘分使然 所以我们两个的关系 虽然就亲近了很多 听到萧朵朵的话 张帆微微点头 事情的巧合 一旦归结到缘分上面 那的确是可以迅速拉近两人关系的 忽然 张帆想到了达瓦 之前跟他说过的话 达瓦说 他们本地人都知道 那神乎其神的传闻都是骗人的 是假的 本地人几乎不去祭拜 那么 他为什么还要去大封庙呢 你刚才也听到了 他说本地人都知道那些传闻都是假的 他去大封庙 应该不是为了求什么东西 你知道 他去大封庙里面干什么吗 我那天是去大封庙求平安的 所以我下意识认为 他也是去庙里求东西的 当初我便没有多问 等一会他忙完了之后 我问问他 张帆微微点 然后又问 你还了解 关于达瓦老板的其他情况吗 他是单身 没有老婆 也没有孩子 至今一个人 文言 张帆眉头紧皱 这些情况 是达瓦亲口跟你说的吗 当然 上次我们同事一块在这儿聚的餐 达瓦过来敬我们酒 喝得有点多 然后跟我们说了他的家庭情况 他感叹自己也是个可怜人 还说有合适的话 让我们给他介绍个老婆 方言看出了张帆的表情变化 开口问 先生 怎么了 难道有什么不对吗 从达瓦面向来看 他既有老婆还有孩子 一听这话 方言和萧朵朵的瞳孔 都是一缩 他 他为什么要骗我们呢 你们同事聚会 大多数都是女孩吧 那天聚会的都是女孩 只有一个夫妻港式男的 听到这话 张帆脸上浮现出了一抹恍然来 由于几人的桌子靠近窗户 他能够轻易地看到 窗外发生的状况 忽然 张帆看到了一个 与萧朵朵穿着一样制服的空乘 方言和萧朵朵 也都发现了张帆的目光 紧跟着 看向了窗外 那不是我们成务长吗 萧朵朵仔细观察了一会儿 显得有些惊讶 没错 来人正是那名身材窈窕 性感漂亮的高冷乘务长 他怎么还提着行李箱啊 萧朵朵有些疑惑地喃喃自语 一般情况下 我们到一个地方之后 都是先把行李箱 放回公司宿舍 我这是着急请你们吃饭 才带着行李箱过来的 难不成他也约了人 他说话的功夫 乘务长快步 跑向了饭店的方向 很快便进了饭店里面来 李箱请跟我来 一名服务员快步上前 冲乘务长客气地说着 乘务长则是沉着脸点了点头 在那名服务员的带领下 两人一同朝后门的方向走 虽然服务员的声音不大 但是张帆和方言却是听得一清二楚 毕竟他们两人的听力 是要远远超过常人的 萧小姐 这后门通往哪里啊 其他餐厅吗 不是 那后面是通往厕所的 然后就是打瓦的住处 闻言 张帆和方言互相对视一眼 估计乘务长是去厕所了吧 等他出来之后 我去跟他打招呼 小多多满脸天真地笑了笑 张帆和方言互相对视一眼 没有说什么 低头 去着蚝牛肉 喝着酥油茶 大约过了十多分钟 一道靓丽身影 从后门走进了餐厅大堂里 而这身影主人不是别人 正是称务长 不过 此刻的称务长 已经不再是那一身空秤的衣服 而是换成了一身 有些紧身的鹅黄色连衣裙 整个人给人一种十分高冷的预解法 这 这怎么还换衣服了 而且 箱子也没了 小多多显得十分惊讶 纵然他设事未深 但是再天真 也是想到了什么 小多多身后是一根承重柱 它便坐在 那柱子和墙的角落里 从正门为止 很难能看到小多多 而在后门 可以把整个大厅尽收眼底 所以 称务长一眼便看到了 坐在角落里面的小多多 顿时 称务长面色一僵 而后 眼神里闪过了一抹慌乱 但既然已经见面了 称务长也不可能转身就走 如果就这么走了 那以后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了 称务长平复心情 面带笑容 冲小多多几人 走了过来 称务长 小多多不自然地笑了笑 跟称务长打了个招呼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你的收听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